自进驻火神山医院后 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医病区主任董宇超 带领50名医护人员全力救治了80多例患者 其中无一人转向重危重症 无一人病亡 大眼睛 你要看这东西真好 大科是主任 这样真实不简单 我只看不到我是看眼睛 总统眼睛最大 这位患者眼中的大眼睛医生是董宇超 他眼睛大 声音柔和 辨识度高 受到患者喜爱 每天上班 董宇超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与同事们会诊 董宇超口中的这位病情较重的患者是火神山医院首批入院患者中年龄最大的 老人刚入院时对病情恢复没有信心 可董宇超却一直没有放弃 安排护士每半小时巡视一次 一有空还过来找老人聊天 为他做心理辅导 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没劲啊 胃口不好啊 没力气啊 这是个正常的过程 那不会 我们给你保证 好不好 一定能完全恢复 好不好 好不好 给我信心 你也有信心 你看你好起来了就是有信心了 是不是 真的不简单 是你给我们信心 你好起来了我们就有信心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呢 通过种种足距联系的家人 家人里来鼓励他 要让我们也鼓励这个地方 你既然能到86岁 你就有机会 我们就跟他约好 100岁到他们家里去去参加他的寿宴 在董宇超与其他同事讨论后 针对老人病情特点制定了治疗方案 在细心调理和不断鼓励下 老人的身体也逐渐好转 到了这边 我们火神山医院来之后 他就负责我们这个医区 在病人的治疗上 他是都光光是制定了我们整个病区的一个规范 特别是在这种年纪大的 病情比较重的病人上 治疗的过程中呢 他都会甜蜜地把控 然后非常的果断地做出一些治疗的权策 然后直到我们去与病人的治疗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中 董宇超认为营养支持 也是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 吃饭了 吃饭了 每次查房 董宇超都把患者吃饭多少 作为评价治疗效果的一个指标 在董宇超的紧盯下 不少患者体质明显增强 病情也逐渐缓解 董主任要求我们 要经常关心病人监测 病人的一个病情变化 就提到病人的每一摊 每一顿吃了多少饭 喝了多少水 包括病人今天的一个精神面貌 回望二十多年的从医之路 有多少经董宇超签字出院 恢复健康的患者 他也记不清 再回到火神山医院的绿区 几分出院证明又摆在了桌面 董宇超一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